作为家长 对孩子的性别观念 要一定产生正确的引导 产生错误的认知 以后会出大问题的 那那些把自己妈妈 画得跟我家新秘要的孩子 他们的认知就真的 没有问题吗 李老师 您平时说榴莲的缺点 我都认她 但是这一次吧 她画的是我 那我都不生气 您生什么气吧 再说了 这孩子有创造力吗 他是值得鼓励的事 我也是让一下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丑啊 我做什么了 你要恩将仇报 这就是抽象画 什么抽象画 你能不能学点正经啊 抽象画值钱 皮家所画的就是抽象画 她的画是世界上最贵的画 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 等我都画值钱了 你就不用工作了 我买个大房子来养殖你 我永远伺候你 买几桃狗 再买个爸爸回来 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 画本来就能赚钱呀 你赚钱为目的的画画 没有一个能成的 但是你好好的画 老天爷不会亏待你 刘莲 学东西啊 千万不能心术不振 知道吗 你麻烦跟我们俩拍张照 谢谢啊 什么急事啊 我在开会你给我打一百个电话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正想请你帮助忙 帮我找个买家嘛 帮我把那些画埋掉 你要卖画 缺钱了 没有 我那个 我妈刚才什么嘛 然后我得养我姥爷 我得给我姥爷交那个 当老院的钱 多少钱 没多钱 九万块钱 九万块钱没多少 你那些画那麽九万块钱 去个零多钱多 你让我想想 回头给你消息 我还得回去继续开会 消息你忙 回去忙 回去忙 去开会吧 慢点啊 注意安全 太没重心了 好 好 前面 我 来 干吗在这儿我 你天天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啊 到男厕所来抓我 我都没见过这种女的 那为什么就不见我 不接我电话呢 我们是都说过了 你给我时间让我一个人待一阵 而且你找不到我 你不能跟踪别人呢 我这不是想找个契机跟她说两句吗 一看见我就跑 又不是变态至于吗 竹子 别任性了 你这出来住算什么呀 咱妈也打电话问你来着 有问题咱回家解决行吗 回家解决不了 你招呼不打就走 你给我解决的机会了吧 现在是流行离家出走还是咋的 我怎么没有给你机会啊 在我走之前 我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 你结婚了 关你什么事啊 兄弟 吵架不能只吵情绪 吵不出结果的 你要再这么跟他住下去 咱俩问题会更大 我没有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在见到你之前 一直以为山主是单身 你说你是单身 他问我 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没有 那我是没有男朋友啊 你这句话就是在吵逻辑 兄弟 我送你几句真言 要想解决问题 禁止死产兰党 尊重女性要从电影第一座起 你能不能出去待会儿啊 你知道什么是隐私吗 你知道什么是隐私吗 兄弟 这是我家 出去 出来 叔 榴莲 你吃宵夜吗 我给你带回去 你上午茶 榴莲 今天给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考虑 我们都不再是小孩子了 谁都不容易 榴莲 麻烫烫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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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去那么久 这不是给你去弄好吃的了吗 快饭 香不香 香 真是羡慕你 这么晚还有这么好的胃口 我就不醒 我晚上一吃就胃碎 心情不好呢 会导致胃酸过多的 压力大一会儿 你这话说的 好像就我有压力 你没有压力一样 还好啊 我没有一个让我发愁的老公 我们两个人 现在算是冷静期吧 下一回估计就要决定 到底是跟他回家呢 还是真正地分开了 算了 多的我也不想再说了 不过你解释 我们又那么难的好奇 反正逃避呢 肯定是你的问题 又没有什么命令 不能告诉我老公的 不能跟你老公说 那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保守命令 但是 你要一次性 就要一年的房租 一年的房租 算了 没有的话 倒没说过 就按你说的办 你老公说什么秘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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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秘密啊 给你老公呢 我回去睡觉了啊 我去睡觉了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什么啊 不能说的秘密啊 你说你老公 我没有那天 你老公说 这 Ghost 你说了 你老公说 我老公说 还是…… 快吃到什么 谢谢 你老公说 你老公说 卖我肉生 有些事呢 你能忘得掉 我忘不掉 就这样吧 每个人都有一段往事 或能说的 或不能说的 有的人把往事放在心里 有的人把往事写在诗里 还有的人把往事留在画里 可他无论在哪里 都已是往事 也是不可磨灭的曾经 爸爸 如果你真的存在 能帮我凑几万块钱吗